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請問一下老師對這齣戲 看到這齣戲的感想 我是非常的感動 為我自己來說我有點感傷 為鄉儀來說的話 我會很高興 我發現他這十年代真的很努力地在面對自己 他透過這齣戲去理解他自己究竟是什麼 他現在走到的一個位置 用我的話來說就是要寬恕 意思也就是說對他自己也好 對他長輩的生命史 他本來是有許多不解 或者是看不去的地方 可是他透過這齣戲呢 意思也就是從他自己的歷史 從他爸爸的歷史 從他爺爺的歷史裡面去看到了究竟怎麼一回事 所以他體驗從受害 生氣 抗拒 到接受 到最後呢 是憐憫 憐憐的意思也就是 能夠站在他的爸爸還有他爺爺 以及他自己的歷史的位置上面去看到 生命裡頭呢 其實是有很多很多的壓力 有很多的束縛 每一個人站在那個位置上面 都是會覺得無可耐可 會覺得是很無助 其實就是盡了全力也都沒有辦法真正能夠脫困 那一旦能夠看到這樣的一個東西的時候呢 那他就理解了 也接受了 然後在感覺上面也去同情他們 這樣的話就是可以放過他的長輩吧 那放過他長輩的同時 其實就是在放過他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齣戲呢 實際上是 他相宜的透過這齣戲呢 在清理他自己的生命史 從這裡面可以自己找到一個處理 所以我覺得我很感動 那也被他非常的高興 那因為他敘述了這個長輩的歷史呢 尤其是我是感同身受的 所以我自己會有一點感受 所以老師是跟第二代嗎 老師是外神第二代還是 我沒有 我不是 因為我沒有所謂的神級 我沒有神級情節 我只有人的問題 可是因為生存 所帶來的那些衝突吧 各自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面 所造成的那種傷害 其實不管對誰都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覺得能夠走出那樣的一個空間 尤其是從自己的歷史裡面走出那個空間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相宜在演這齣戲的時候 他做的事情呢 跟我平常上課要說的東西 就是先認識自己啊 在精神上面完全是一致的 我飄泊在一鄉 真樹林生活會一場 真樹林經歷 你可以的地圖 我們可以看待 我可以看待 我們可以看待 你會看待